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eople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有大地之一 people 有胎藏 寒藏之一 所以是这个翻译成中文变成了地藏 简称地藏 但是我们现在在梦法时期 你在理解这个地藏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为什么 你理解的地是真实的 我们脚下的大地 我们脚下这个大地 你以为这是地藏的地之一 藏呢 这变成了一个宝藏的意思 那么地下的宝藏变成地藏了 它在地狱里面待着 这就完蛋了 这就把一个殊胜的地藏的 这么一个殊胜的圣号 你把它理解错了 实际这个地藏啊 地藏它的真意是什么呢 地为真实地 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地是什么地啊 是假患之地 什么叫假患之地 这叫圣意有 真实地叫比锦空 所以这个比锦空是法界真实地 法界真实地是无量光 尽虚空变法界的空性明体 同样也是我们心之本体 所以是叫心地之地 并且这个心地之地 区别于心旺 而是心真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就是真心 一个旺心 真心是什么 真心是远离 阿雷耶识 巴识 的真心 真心 第九真心 叫阿姆罗史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地 是指的我们的心地 是指的空明的心体 是那个真实地 这个真实地有多大 尽虚空什么 变法界 这就是地的意思 那这样的一个地能寒藏 寒藏什么 万返因缘生 还从因缘灭 一切的万有 这个圣衣有 都在这个毕锦空里面 都在这个真实地里面 所以这是地藏之意 藏为如雷 如雷藏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地 真实的静明心体 尽虚空 变法界 寒藏 一切有情 无情的 有情世间和气世间的 一切万法欲其中 这里包括了色法和心法 都在这个心地里面 这是地藏啊 这是地藏菩萨 摩赫萨 菩萨为 绝有情 这个 叫菩提撒陀 绝有情是什么 自绝 绝他 自绝绝他 功德圆满的是佛 自绝绝他 还在行功 修得的是菩萨 是不是 那么联系起来 地藏菩萨四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要觉醒 同时要帮助众生觉醒 我们的心地法门 尽虚空 变法界 金刚不坏 如如不动 明体真空 在这个真空明体之中 寒藏 一切万法 包括了色法和心法 色法就是 所有的气世界 大家知道的地球 太阳系 银河系 一百四十亿年宇宙 三千个大天世界 这些都是色法 相对于 我们现在的时空 它真实存在 叫圣意有 这属于色法这个部分 那么它还包括 我们的意识 境界 所以又包括心法 又包括心法 所以一切的色法 心法为一切法 那么我们自己要这样觉悟 我们也要帮助众生这样觉悟 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我们 没有这个虚幻的世界 这个虚幻的世界 只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幻 对比锦空来讲 如如不动 所有的万事万物 你经历的一切 无非是前程影像 在之前落下了一点尘 把这个尘放大了一个录影带 这叫前程影像 无非是前程影像 既然是前程影像 你就不会执着于它 说真明白了地藏菩萨这个圣号啊 你每次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 你闻此菩萨名 真闻的时候 当体既空 既空既明 既明中寒藏 三千个大千世界 无遗遗漏 这就叫闻名啊 闻是一个门 里面一个耳的闻 什么叫闻名仪啊 闻名仪就是说 闻到这个名仪了 仪了就是同一个境界了 和这个名号 和这个圣号 同一个境界了 这叫闻名仪啊 否则你闻名不仪啊 你还没完没了啊 你没见到实相啊 闻名仪就是同时 和这个名同体了 这个名的境界 证得了 这叫闻名仪啊 闻名仪 你就出了轮回了 你就安住在 法界明体之中了 金刚心地之中了 这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金刚不坏啊 所以大家要对这个地藏啊 这个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认知啊 真实的这个地藏啊 这就是这个地藏啊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 这个地藏啊 这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地藏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